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悉 这位威武的大将军不仅深受了得 还将与从现代穿越到高丽时代的金喜善 谈一场轰轰烈烈的姐弟恋 而此番也是金喜善时隔六年后重返迎评的作品 所以该剧还未开拍就备受外界的关注 谈及与比自己大十岁的金喜善首次合作 李敏昊表示自己非常的期待 当记者问及在现实宣伙中是否会介意姐弟恋时 李敏昊表示只要两人是真心相爱 那么年龄就不是问题 李敏昊每次来到中国都会引来众多粉丝的围堵 可见其在中国的人气之高 近日更有媒体爆料 他有意将进军中国拍戏 对于此传言 当天李敏昊也是给予了正面回应 第四年度 181年后 最后一会运动 然后再进军中 让人气息 材料